《徒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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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徒经幻诗》 要来思想 就是《徒义记》第十八章 主题是崇高的意义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就记载在《徒义记》第十八章 第四、第五节 第四节这么说 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 守我的律律 按此而行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律 典章 只能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我是耶和华 我们看到十八章里面的 这些记载就是 关你们道德条例 就是人们怎么样要遵行 本性的 就是有合法性的关系 那时是对以色列百姓说的 其实对我们现代人 还是通用的 神厌恶违背 神厌恶违 神厌恶违 还有基本本性的 信心为关系 就是他喜欢遵守 他的历历典章而行的人 我们若以神的立法 活在这个世上 刚才我们读的第五节了说 我们就可以活着 就是有神的保护 有神的看顾保守 那新关系应该在 合法的婚姻当中 我们看到在 创世纪 说 神挖出了炼物 把他们用火把它烧掉 就是因为他们行的那些 同性恋 乱伦的行为 太厉害了 现在这个社会更加的变本加烈 有所谓的LGBT 现在还有个LGBTQ 就是男女同性 就是双性 变性的 还有这个怪性的 我们就像以前活在埃及的 那个以色列人一样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 也持续在他们的思维中 维持持细 建立伦理关系 提供百姓 必要的保护 这一章我们会读到 露下体这个词 这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所以它的意思是指性关系 所以说有一个真实故事 在台湾有一个年轻的女孩 她父亲因为病了不能治理 她常常要照顾她父亲上厕所 所以她读到这十八章 心里非常恐惧 后来经过神的婚人解释 其实这个露下体指的是性行为 我们一起来学习 神要我们在健康的伦理中 可以做的行为有那些 我们先来祷告 主啊2003年 前半年马上过去 诗篇里说 求你指教我们 指量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就是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明白你的真理 按你的真理遵行 活在这个世上 能够坚持你的教导 一直到底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声明 阿命 刚刚过去的五月底 我们看到台湾刚通过一个修正案 就是允许男女同性恋者判离 结婚后 无需父母同意 他们可以收养五血缘子女 其实这条法律 大约五年前就已经通过了 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 还有一些宗教的信徒 都举行了很大的示威抗议 后来在立法院的辩护中 通过一读 二读还是通过了 所以这个世界还是接受这样的事 他们不接受神的话 他们是抵挡神的一群人 我们看到现在到2022年 那个荷华的同性恋条例是越来越多 好像每个国家在争先恐后的推出这种条例 已经有34个国家 在其中一个就是台湾 听说最近在新加坡 也有很多同性恋者举行分离 政府虽然没有公布条例 可是已经默认了 看看现在的社会 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因为他的同性恋的荷华 让他们跟武俱来的公开的在一些场合 可以牵手 可以出入自由 可以亲吻 甚至如果他们申请在你的教会做正分 我们不可以记得他 因为这是无依法的 所以更加让人们离开神 拒绝神 与神对立 造成社会之系的很多问题 这个世界是掌控在撒旦魔鬼的手中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这种事 还有其他的挑战 可见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坚持遵行主道 信靠顺如 彼此相爱 彼此勉励 住在基督里 与主的关系要密切 是我们该做也必须做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主啊帮助我们在关系上顺洁 我们常常需要圣灵的保护提醒 不叫我们遇见诗坛 救我们脱离凶恶 帮助我们在各种肉体思想精神上的淫乱 求主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在马上认罪祷告 求主保却绝尽我们的身体心灵 不玷污淫乱 被你赐免 绝尽感谢主 奉主耶稣的圣明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 上帝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